桑儿子表示父母均承诺过这个院子就是留给他的 他与父母一起居住 当时两个哥哥也是认可的 直到2013年这个院子拆迁 家中一共分得四套房子 两套写在自己名下 而两套写在母亲名下 桑儿子认为房子之所以会写在母亲名下 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头一年拆迁我没拆 是因为他给我太少 按一个院子拆的给我三套 我没拆 第二年我也找他们工作人员 相当这事 然后按两个院子给我拆的 给我四套 这四套是怎么来的 你跟我说了 他说如果说你要头一年拆 这个里面的房子 所有的户主都是我的 这户名都是我的 什么意思 如果头一年三套房的时候 就所有的名字都写成你自己的 因为这房子都是我翻的 那后来转过年给四套的时候呢 转四套的时候 那个开发商就跟我说了 他说去年给您三套 你们拆不了 但是今天说放工的证度给您四套 但是有两套必须要写老街 成为一个院子 您这个再成为一个院子 按这个俩院子才能给您四套 如果不成立这样给不了 后来就按照这个四套房 然后分成这个两个是妈妈的名字 两个是你们的名字 这样去拆的 对吧 那妈妈那两套房子 我想问一下你 你觉得究竟那是谁的呢 是妈妈的还是 应该我的呀 应该是你的 对 我自己创造的呀 我自己没有老家给我出一份钱 兄弟姐妹没有一个给我出钱 都是我自己一人努力创造这东西 是你的房子 为什么卖房签字要去找妈呀 爸妈认不认为这个房子是你 对呀 认为我是我的 我这房子就是我的 因为是 他为什么还会跟你有这么大的矛盾啊 就是不会有人说是 三儿子认为自己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完全是背后有人在挑唆 以前父母其实也认可房子就是他的 但现在父母却不认可 也不让他卖房 对此三儿子也很无奈 你的真实的诉求是什么 我真实的诉求就是 我不想卖这个房 老家可以随便住 就是老家百年以后 这个财产是我的 别人不要去跟我争 我真实的诉求就是 这次我没有别人 你想得到有一个保证 对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父亲自止之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对 发生变化是通过那根俩 征我这房 然后我跟老姜说 他跟我征这房 应该给我出什么字句 老姜我俩谈不拢 然后导致了激化的矛盾 按照你的陈述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你很冤枉 对 这个父母呢 没有给你踏实的定性玩吃 然后哥哥呢 还对这个房屋有际遇之心 甚至都已经下手了 没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节目现场还明确告诉我们 实际上父亲的父求我 我也是完全同意的 就让父亲住到老 百年之后给我就行 我也不再卖房了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心里踏实吗 你放心吗 这是你的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吗 从一种角度来说 不放心 是为什么我要跟我父亲说的话呢 为什么要卖房呢 中间就起来的一个作用 谢谢